刘大华和导演杜琪峰出席新媒体艺术展开幕里 并一起试玩新科技游戏 虽然看似所在时代尖端 不过华在和杜岛都是自曝自己 其实是科技白痴 你会不会用手机电话上微博 不行不行 我就是打来打去的 其他就不懂 SMS都可以 其他不懂 我也是那种电话是讲电话的 然后现在也开始 以前很少打那个SMS Tax给人家很少很少 最近就学了 因为以前我不会打 现在就用写 华仔与杜岛的在狱 同场并公布 他们会很快联合郑秀文 重启被誉为是影坛铁三角的黄金组合 再拍摄一部浪漫爱情小品 但是正在沐浴在爱河的郑秀文 却希望多一点私人时间 遭到华仔的非议 时间是你自己挤出来的 当然他希望多一点时间 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拍戏是可以慢慢拍嘛 就是一天两天三天 我们真的可以 如果没有这个开始的话 我就怕 沐淇峰先生 再十年也不会拍我 还是先开始 我们想 想了几年了 想就想几年 你们问就问了几年 我相信今年一定拍的 也是要 也是要开始的 要开始的 不然就没办法 每天就在寄写的追 对 光讲不做 没用 马上做 马上 华仔与妻子朱丽切 早前被拍到结伴到佛堂 成庆拜佛 更盛传捐献过千万善款给相关佛堂 怀疑是为了早日生子而广结佛源 刘德华不评论报道的准确性 但是就坚称自己生育能力没问题 人家怎么说 怎么写 不管我是 我也不会准备要讲什么 就觉得大家 如果喜欢看 去看 继续支持他们也可以 没关系 但是我对他们的事情 任何的一个 我都不会有自己的看法 或是一种回应 其实我一直下来 都是从演唱会到现在 其实我身体蛮好的 明天 我答应大家明天我去检查 我再检查再告诉你们 应该是没事 另一方面 刘德华与朱丽切 全程被狗仔队跟拍 但却没有加以发掘 这对一直处事严谨的华仔来说 真的失算了一把 但是华仔表示 不会因此而非要把老婆藏起来 我想 我想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生命的 现在没想过 我也都没想过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香港报道 我希望你能够找到 优优独播放 感谢观看